如果你有在关注设计议题 一定会知道 今年是8号斯的100周年纪念 提到8号斯呢 大部分的人可能会想到 极简、德式的风格 其实呢 8号斯并不是一种很生冷的设计符码 相反的 它是非常讲求实用主义的 它很日常感的存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像是我们使用的iPhone、Mac 或是有时候我们看到的一些 注重建筑造型和使用机能结合的房子 都可以看到受到 包号斯流派影响的脉络 究竟为什么这个诞生于100年前的流派 它的影响可以持续一整个世纪呢 现在又有哪些手表的品牌 在风格或概念上 是受到包号斯影响的呢 今天我们请到MOT Times 明日志的总编辑 彭永祥、Josh 来跟我们聊聊包号斯这个主题 那所以像刚刚我们提到的包号斯 它存在在我们生活中 有这么多受到它影响的东西 那以Josh来说的话 你觉得其实我们生活中有哪些东西 它也是非常包号斯的存在呢 其实包号斯虽然只有短短的 大概14年的时间 但是它对于我们现在生活的影响 还是非常深远的 比如说像是刚刚谈到的Apple 其实Apple的前设计总监Johnny L.F 它其实就深受Dieter Rens跟Bot House的影响 那 那百灵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设计师Dieter Rens 他提出Less but Better设计时间 这些也影响了后面许多的工业设计师 包含像是申泽之恩或是JOSEPER MORRISON 除了工业设计之外 其实当你走在这个城市当中 你现在所看到的许多的高楼大厦 譬如说玻璃帷幕啊 或者是钢骨结构啊 这些其实都是早期由 包含斯的第三任校长 密斯凡德罗 那个时期所设计出来的 原型的一个Prototype 然后之后就影响了全世界 所以其实包含斯对我们的影响 可以说是很全面的 是 所以其实我们对包含斯 如果有一点点基本认识的话 就会知道其实包含斯 它本身是很机能主义的 然后它是强调一种极简 扫极是多的这种美学 我们还可以用怎样的面向来了解 所谓的包含斯呢 就是如果粗浅地去谈包含斯 如何认识它的话 可以有几个关键字 第一个是薪水机能 然后第二个是扫极是多 然后再来是在字体上 它们大部分会使用无称线字体 在材质上的话 会喜欢运用不锈钢 玻璃 皮革等等的材质 然后在色彩上的话 它比较会是以黑白灰为主 因为它们也受到 荷兰风格派的影响 所以其实正蓝 正黄 正红 也是它们会使用的几个品牌 等于说 就像我们眼前看到这本书 其实它就是很典型 一个包含斯的配色 其实手表也有非常多 是受到包含斯风格影响的作品 我觉得百龄就算是其中一个 蛮具代表性的经典 因为其实百龄它在1920年就成立 可是它其实到了1977年 它才开始做它们手表的作品 它们第一款的手表 我记得其实是电子表 它们其实刚开始并不是 纸针型的这一种类比型的表款 这也算是百龄后面 比较延伸型的款式 可是其实百龄的风格 它都是非常纯粹的经典的 所以其实它跟原本的设计 也没有脱离太多的调性 对 没有错 譬如说刚刚少提到一件事情就是 其实在包含斯的风格里面 它其实在字体上的运用 都会用到无称线字体 什么是无称线字体呢 所谓的有称线字体 就是一般我们讲称线字体 它其实就是在字体的尾端 会有一些装饰的曲线 所谓的尾端就是指说像是 这一个部分 它会有一些装饰的曲线 包含斯的无称线字体 它就是要把这一些 装饰的曲线拿掉 所以通常有称线的这种字体 它会比较古典 比较正式一点点 那如果是无称线字体的话 就会给你一种比较简约俐落的 感觉这样子 所以在这里白铃当然就是用了 所谓的比较是无称线字体 作为它的石标 我自己特别偏爱小秒圈的手标 那这个小秒圈它其实 对我来讲 它跟一般大三针标款的不同是在于 大三针标款它就缺少了一点 设计当中的灵动感 但多了这一个小表盘之后 我就觉得让整个设计就是更丰富了 而且你可以很清楚地 感受到那个时间的改变 它不会被十针跟纷针所隐藏 它成为了一个面盘当中的主角 我觉得 提到包浩斯 Normous也算是非常具代表性的一个牌子 为了包浩斯一百周年推出一系列的限定版本 那如果要讲到它们今年有什么 我自己觉得印象比较深刻 然后也很包浩斯的星座呢 我个人会觉得是这一款 就是Tangenti的300米潜水表 嗯嗯嗯嗯 我觉得这款潜水表其实相当破格 就是跟我们过去所看到的潜水表 不管是劳力士 配男孩 古时群 这些潜水表它的外形相当地不同 就是像我们刚刚提到这些表馆 它们通常会比较Sporty 然后比较肌肉感一些 但是在这一款Normous的表馆里面 它我觉得它其实是一个 满百搭的一个表馆 那我觉得 谈到Normous的包浩斯精神呢 其实最明显的呢 它就反映在它的品牌logo上 对 因为刚刚我们有谈到无春仙字体 其实它的这一个 呃 这个部分呢其实就是相当 就是用无春仙字体 那除此之外呢我觉得 还有一个就是 这今年它们的表带的设计 我觉得非常的漂亮 就是 因为包浩斯的另外一个元素 就是我们刚刚所谈的几何的设计 那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一个 它的这个链带呢 其实都是一个一个 矩形所构成的 那其实相当地简单又俐落 我非常地喜欢 就像是那种 你知道 文章没有追字 连续都爱文章没有追字 它就没有追字 对 而且其实 我觉得它最特别的点是在于 其实Normous它过去 也不是没有出过链带 只是说我觉得它们的设计会 都会根据产品本身的调性 去做一些小微调 像它之前可能在 Cops那系列出的链带 它其实链结就是比较细 那这一款呢 也因应它是一个 运动表的形象 还有300米的诉求 所以其实它链带的部分 它本身也做得比较厚 虽然说其实 好像有一派说法觉得 如果要以专业潜水表的规格来看 它好像还没有真的这么专业 可是其实我觉得 因为毕竟其实我们没有经过实测 也不知道它到底表现怎么样 可是其实就风格上来说 我觉得它是真的有为 它们家的潜水表 做出一种属于Normous的定调 那除了Normous之外另外一个 我个人也觉得也蛮包浩斯的品牌 是 懒格 因为像我们刚刚讲的 百灵或者是Normous 它就是比较包浩斯本格派的标款 那其实那懒格它其实当然 大家都知道它是在德国制造 我会把它比较定义成它是包浩斯 有包浩斯风格的碗表 那其实像懒格的话 我觉得特别不错的是这一支Longer 1 因为Longer 1它其实 这个大日期碗表我觉得 相当地有实用性 当我们在谈包浩斯的时候 其实我们刚刚有谈到 心碎技能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 那放在碗表设计上 我觉得表的试读性是很重要的 那其实懒格在 我觉得Longer厉害的就在于说 它在不管是多复杂功能的碗表 它都可以做到很不错的试读性 那这款大日期碗表 就是当然不同于我们一般的碗表 会把日期放在3点钟跟6点钟的位置 它把日期移到2点钟的这个位置 并且加大显示 所以其实你一眼就可以看得非常地清楚 试读性非常好我觉得 然后还有一个很特别的点是在于 我们看到的十分盘 然后小秒盘 还有动力储存显示的这个指针 其实它们三个的轴心连在一起 是可以形成一个等腰三角形的 对 你看如此地精准 所以其实这也是非常 包浩斯的一种体现 这本书它其实就专门谈 包浩斯100年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 当时他们的学生在上课的时候 其实就会做这一些不同几何形状的 一些配置的练习还有色彩的练习 所以这个相当地有趣 所以刚刚Amanda谈到这件事情 我觉得其实也呼应了就是 精准这件事情 对包浩斯来讲非常重要 是 所以刚刚Josh提到大日期穿的这个部分 其实这个缘由也是在他们 德勒斯登深顿歌剧院上面的 一个五分钟式数字中 这也是他们当时创办人 阿道夫·朗格 所帮歌剧院打造的一个数字中 所以其实在他们的表款 除了风格 除了机能 也可以看到历史的元素在里面 对 我觉得是对所有的高级传统 高级制表 所有的高级制表其实都一样 就是如何把你的历史 透过不同的方式 重新地诠释在这个表款当中 然后跟当代这个市场沟通 我觉得西朗格一直做得很好 最后我们要提到的这一款呢 其实是佩娜海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很讶异 当时我谈到提佩娜海这个表款的时候呢 其实Amanda的总是都觉得 它包浩斯吗 但其实我觉得它很包浩斯 那它很包浩斯 先不谈表款 本身 其实佩娜海其实是一个长期运用设计 跟设计师跟建筑师沟通的一个品牌 它在Richmond Group里面 我觉得它是相当注重设计的 所以他们在Boutichard 他们会邀请意大利很有名的 工业设计师Patricia Wukiala 帮他们设计 或者是他们过去也办了一些 跟时间有关的展览 那这些我觉得都是佩娜海他尝试用设计去跟他的客群沟通的一个方式 这一支表款其实我觉得以佩娜海来讲它是相当少见的 我当时一看到就是被吸引 就是它其实是相当少见的一个全银面的手表 对 这支PM00978应该是佩娜海第一次推出银面直纹的面盘 对 因为它在这边 它的表盘其实是银直的垂直磨砂 那它的这个链带就是抛光的不锈钢 所以它在磨砂跟不锈钢中间就产生一些很细微的一些亮度的变化 其实整体上材质上的变化我觉得相当地有趣 那在颜色的配置上其实也很符合包浩斯一贯的就是极简 简单 然后我觉得它还带着一点点灰调 其实我还蛮喜欢的 你可以发现它在链带这边做了一些圆弧形的这个设计的元素 它的灵感其实就是来自于表冠户桥 所以它不仅仅只是结构 它有一个微型建筑的亮体感在里面 所以我觉得整体来讲很包浩斯啊 然后再来最后就是它的石标的部分 它是采用我觉得也是比较无称线字体 其实的确我觉得它在设计上其实也下了很多功夫 我觉得它下了很多功夫 而且大家常常会觉得说包浩斯只等于德国 但其实包浩斯绝对不只等于德国 因为其实像是密斯凡德罗他后来他就到了美国 所以其实它的影响是迫及到美国 欧洲 意大利 意大利其实一个非常有名的设计是Gio Ponte 其实就深受它的影响 所以我觉得包浩斯的影响真的是非常的深远 今天我们讲了这么多跟包浩斯有关的主题呢 从它的影响 它的风格 然后到后来产生的一些作品像是椅子啊 或者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么多手表的牌子 其实包浩斯它代表的已经不只是一种风格了 可能是一种时代背景的缩影啊 或是延伸到现在是一种生活态度或是品味的象征 所以其实那回归到手表本身来看呢 其实我们也可以好好地思考一下 其实手表本身并不只是机芯或者是技术这方面 可以让我们钻研 也许今天我们聊完包浩斯之后 你再重新回头看看自己手上的手表 或许你会找出一个不一样的点 然后重新认识你自己喜欢的手表 今天非常谢谢我们来宾Josh 谢谢Manda 也很谢谢大家的收看 那希望大家可以持续锁定禁表制 我们将为大家带来更多精彩的内容 谢谢大家 谢谢